OK 现在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们这些嘉宾有的是从远地而来 有的是从美东 有的是从洛杉矶 有的是从中国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先从这一位 这两位小姐 这两位小姐 第一位是代表德海尔医疗董事会的高管 刘瑞 刘瑞请上台 跟你的同伴请上台 请赶快用跳的上台 上台以后往那边站 好 来 刘瑞你的同伴叫什么名字 Tina何 好好好 请站在这边 往前站好不好 好 请大家给他们一点掌声 下面一位是非常资深的 有30年股市投资经验的 黄建雄老师 他是首席技术分析师 他也在我们SBC写专栏 那么黄老师是大家都 他的节目呢 是call in的人 是最多的 请欢迎黄建雄老师 好 前两位是从北京来的 是专门为我们的节目来的 好 下面一位是南加州赚钱的时间 AM1300 人称刘老师的刘思 刘思刘老师 你好 今天有很多人都是冲着他来的 谢谢刘老师 接着呢 是担任我们今天压轴的 他的名字是在去年年底就给我了 他去年年底就说 崩盘前的心理素质与准备 后来他说 有没有必要这么悲观 我说 你想什么就讲出来 心口如一 毕竟已经到了耳顺之年 任何人如果有什么批评 你也能够接受的 就怕的是耳顺心不顺 来 我们欢迎 专栏作家 严继林博士 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多的朋友 是冲着严继林博士来的 严继林博士 从12年前的洋年股市大反扑 就跟着我 跟了12年了 啊 这个情谊实在是 我今天不知道 今天晚上要对他如何来表达 接着 介绍我们今天担任 第一场嘉宾的老师 他是张东豪博士 嘿 欢迎东豪 张东豪博士呢 他在这个财经界 已经有超过20年的经验 在他手下已经主管过20亿 20亿的资金 那这几位呢是现在已经到场的 那还有几位没有到场 我们待会再跟大家一一介绍 我们现在来跟所有的老师 照一张纪念照 12年不容易啊 看看谁比较年轻 好 能不能再来跟所有的老师 都过来了 好 能再来跟所有的老师 好 我们再来跟所有的老师 放一次 放一次 好像没有人老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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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没有人老的耶 謝謝周樂 真不好意思 這些嘉賓有些從東部而來 有些從國內而來 我只是從隔壁而來 而且很多人已經到了爾順之年 也許有人已經到了不獲之年 也許有人已經到了隨心所欲之年 我只是到了不獲之年 所以還有很多需要跟大家學習的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大肆所需股市的規律 當然2014年其實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大家知道股票人家宣傳那個performance的時候 就說一年三年五年的那個performance record 那麼一年三年五年現在五年出來變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五年performance變得出來 因為2008年已經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了 現在是第六年了 所以五年performance就沒有2008年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媒體況 現在出來大做廣告 就是因為五年performance很好 所以2014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年 那麼在2014年這樣的情況下 2013年經過股市的大幅度增長 那麼大家都在考慮 是不是會有一些小小的correction之類的事情 那麼我覺得很少有人在今天的時候 然後談到是不是股市還是保持了以前的周期就是說 其實2008年在投資者心中帶來了非常大的恐懼 就是說2008年的金融海嘯幾乎使美國金融界有一個崩潰性的事件 所以在這種重大的事件 這種非常嚴重的事件 這時候投資者好像非常恐懼 你在2009年的時候 就看到大家非常非常恐懼 都不敢投資 雖然的時候是投資的最好機會 那麼在今天這種情況下 經過了2008年這樣的金融海嘯 平時歷史上所有的股票周期 現在還是不是存在 很少有人談到股票周期是不是還存在 那麼今天這是我們要談的一個主題 好 現在談到主題前 首先想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情況 我的公司英文名字叫Evola Health Investment Management 我個人在 謝謝我個人在美國金融界已經有20年的經驗 我是1993年進入共同基金單位的做 開始做投資的工作 所以1993年到現在正好是20多年 我個人進入金融界以後一直是以研究股票為本 那麼所以現在我自己做的公司也是以研究股票為本 既然研究股票研究公司 那麼投資主要的內容就是公司的證券 公司的股票啊公司的優先股啊公司的債券啊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給投資者帶來回報的投資工具 那麼我們每個人的投資都是以量身定做的方法為顧客而做 顧客設計他比較comfortable 在他自己風險範圍內比較能夠接受的投資計畫 然後我們給顧客做什麼投資 我們給自己做什麼投資 我給顧客買的股票我每個股票我都有 我給顧客買的債券我每個債券我自己都有 所以給顧客做什麼投資我們自己也做什麼投資 所以我們自己的利益跟顧客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那麼我們投資的原則其實最主要的投資點 其實就是我去年講的題目就是買好公司出好價錢 就是說再好我們是價值投資位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價值上面這個公司一定要過關 才成為我們投資的目標 所以買好公司出好價錢 然後在沙裡淘金尋找最好的機會 我們的網是很廣的 我們看的東西看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之廣的 在非常廣的信息量之內我們選擇最好的投資機會 這是我們公司做投資的一個特點 下一 那麼我投資跟大家剛才介紹了 我是1993年進入金融界了到現在正好是20多年的投資經驗 那麼我剛進入的我第一個進入的公司叫 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s 然後換到一個公司叫Findex Investments 在兩個公司一共做了大概13年14年的工作 然後我自己做我自己的公司也做了六年多的時間了 好下一頁 好介紹完自己的公司 介紹完我們公司的情況以後 我想我們進入我們的主題 那麼今天的主題大概分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資產價值的規律 第二個是股市的試步渠 第三個是我們曾經到過哪裡 第四個是我們現在在哪裡 下一頁 是不是太難看了所以燈光就比較好 Anyway 我說世界上只有兩種資產 一種是叫財務資產 一種叫非財務資產 當然這個從英文來講叫一個totology 就是說是一個為自己自權的一個定義方法 就是說世界上兩種東西 一個是人一個是非人 世界上兩種東西 一個是金屬一個是非金屬 這個都是很容易做的歸類 就是說 但是這個目的不是為了這個歸類 目的是說 金融資產 財務資產跟非財務資產 是有非常不同的分析方法的 財務資產是根據財務的規律 根據我以後要講的一些formula 來做它的價值定義的 就是說 那麼非財務資產 就不能用這些價值的規律 來做這些定義 我們取個例子來說 當然我們大家知道 股票啊 債券啊 這些屬於財務資產 那麼說 非財務資產 蘋果啊 梨子啊 桌子啊 這些當然屬於非財務資產 非財務資產其實也有投資類 當我剛才講蘋果啊 什麼這些都是消費資產 那非財務資產 其實也有投資方面的資產 比如說 比如說 那個Picasso的Painting Picasso的Painting 它不是一個財務資產 它是有價值的 而且它增長率很快 七拍十的那個畫 徐悲虹的畫 這些藝術品 比如說 Rare coin collectable Stamp 這些東西 都是作為一個投資的項目 但是我認為它是非財務資產 為什麼我說它是非財務資產 就是說 你現在去買了一副Picasso的Painting 你出了100個Million去買了Picasso的Painting 如果你再把這個Painting 租給那個Museum 你不可能得到 一般你國庫券 今天你買一個國庫券 也許要得到4年公債 是25%的回報 所以你買國庫券 如果你買了100萬的 你買了一個 100萬的國庫券 每年要25000塊的收入 就是說 但是你今天出了100Million去買了Picasso的Painting 你不可能租給Museum 得到250萬每年的報酬 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Picasso的Painting 可以保持這樣的價值 所有價值都是供需的關係 Supply and Demand 一個是供應 一個是需求 對Picasso Picasso已經不畫畫了 大家知道 但是對Picasso的Painting的需求量 還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價值增長 但是它價值的增長 所以我們要用財務的方法 並不能用財務的方法去分析 財務的方法分析 是根據一個公司 我們分析公司 是這個公司能不能賺錢 我們分析債券 是債券利息高還是低 比如說 我們是用 我們是用solo的方法 用cashflow的方法 來分析一個 財務的財務資產的價值 那麼Picasso的Painting 我們不能用這種方法去分析 所以我們講的內容 就是財務資產的內容 不是一個 你問我PicassoPainting 你為什麼知道100 million 我真的不知道 說老實話 那麼再舉個例子來講 那麼房子是不是 是財務資產還是非財務資產 這是一個非常稀巧的問題 我覺得房子是 在財務資產跟非財務資產 之間的一個產品 比如說 如果你去Los Vegas買一個房子 這個一個房子跟隔壁房子 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財務資產 因為它可以 因為substantially say 每個房子在沙漠上 每個房子跟另外一個房子 隔壁的房子 它的價值是比較容易比較的 然後你從租金的角度來說 也是比較容易分析的 所以Los Vegas這個房子 就是比較屬於財務資產 但是你在Sarafoga 或者紐約的Park Avenue 這種地方是非常獨特的地方 你買一個房子 你買這樣一個房子的租金 絕對不能抵銷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價值 就是說 你從租金角度來說 這個房子的價值 絕對是不能反映出來的 所以房子是一個人居住的地方 它是有人自己的愛好 有人自己的心血 花在裡面的 所以不能用完全用財務的方法 來分析它 所以房子可以說 一半是財務資產 一半是像Picasso Painting 一樣這樣的資產 要看在什麼地方的房子 在Los Vegas房子 就更接近於一個純粹的財務資產 在紐約Park Avenue的房子 更接近於純粹的Picasso Painting 這樣的資產 所以這兩個Distinction 其實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所分析的東西 我們所講的東西 是在財務資產的角度上來講的 請到下一頁 那麼我剛才講了 天下只有兩種資產 那麼天下只有兩種財務資產 一個叫Equity 一個叫Fixed Income 並不表示 Equity當然也有很多股票 也有很多股息很高的股票 這並不表示就是說 是不是有利息的問題 決定了是Equity還是Fixed Income Equity跟Fixed Income的不同性 主要是一個ownership 主要是一個擁有的不同 就是說 就是說Equity 你participate在這個ownership 就是說 當你擁有這個股票的時候 這個股票的生意 這個股票下面公司的生意變好 你自己的利益就更高 如果它生意變差 你自己的利益就更低 就是說 那麼Fixed Income 就是一個借款 Fixed Income就是借款 就是說 它是First claim on asset 就是說 你當你買這個公司的債券的時候 它一定要還你本金 然後它一定要付你利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合同 是一個contractual obligation 就是說 在股票 在股票Equity only賺錢以前 你這個錢是一定要付的 就是說 所以它表示兩種不同性質的投資 然後不同性質的投資 所以Fixed Income是公司的第一層的 第一層的債務 就是說 第一層需要付掉的投資人 就是說 然後Equity是所有剩下的 都屬於Equity的人 所以Fixed Income它比較保守 但是它的Upside是Limited 就是說Fixed Income它最多 你投資一個公司的債券 你最多最多最多 這個公司把錢還給你 然後把利息交給你 你沒有更多的Upside Equity跟Fixed Income是不同的 Equity當然這個Downside是100% Fixed Income Downside其實也是100% Fixed Income Equity Downside是一樣的 但不同的地方是Fixed Income它是Limited Upside 然後Equity是Unlimited Upside就是說 所以 要真正 要真正積累財富 Equity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 因為Fixed Income只能給你帶來收入 只能給你帶來一定的回報 它沒有無限的回報 只有股票才可以帶來無限量的回報 再帶來沒有限制的上限 沒有上限限制的回報 那麼我們大家當然知道 公司的股票屬於Equity 公司的債券屬於Fixed Income 那麼我又來問一下 那麼房子屬於什麼 房子其實也是屬於Equity 房子你當你買一個房子的時候 當然是房子 房子價值增長你也增長 房子的房租增長你也增長 就是說當然銀行 你借錢從銀行 你從銀行借錢 這個Mortgage 銀行得到的那部分 這是Fixed Income 然後你銀行借的錢 你是一定要還的 就是說不管你 不管你房子增長還是跌落 這銀行的錢一定要還的 所以這是Fixed Income這部分 然後剩下這部分 當你還掉銀行在銀行的利息 還掉銀行的Mortgage以後 Mortgage payment以後 剩下增長的都屬於你自己 所以這個比喻跟公司是一模一樣的 公司一定要把債券償還 剩下的都是Equity Owner的 所以房子其實是一個Equity Ownership 所以在矽谷 在Silicon Valley這樣的地方 或者在一些大城市裡面 買房子能夠得到 如此高的回報 有時候得到非常高的回報 就是表明 也反映了房子Equity的性質 就是說其實只有Equity 只有真正的擁有一件事情 才能得到最終這個事情 最終這個財務資產增長的 所有回報的potential才可以得到 Fixed Income只是一種 有限定的回報 就是說雖然它比較保守一點 那麼我們又要問一下 那麼優先股是不是Fixed Income 還是Equity 就是說Prefer Stock Prefer Stock 其實雖然是叫Stock Prefer Stock 雖然是叫優先股票 就是這個優先股其實並不是一個股票 優先股是一個債券 優先股就是一個沒有期限的債券 一般我們說買公債 十年公債 十年公債就是十年過期 對不對 大多數的公債是有期限的 那麼優先股雖然是叫股票 其實是本質上來說 它是一個債券 這個債券只是沒有期限的限制 就是說優先股一般是無限的 就是說它可以永遠保存下來 就是說 其實現在英國都有比如說Bellish Council 以前是一六幾年發的 百分之二十一息的 現在還存在 現在甚至現在還有Trade 所以這種屬於 雖然期限很長 沒有過去的時候 但是它還是屬於Fixed Income 並不屬於股票之類 所以優先股雖然叫股票 其實它並不是股票 它是一個Fixed Income 下一頁 那麼我們首先來看一下財務資產的價值 就是說財務資產的價值 因為財務資產的價值 都是以這個公司來定理的 那麼這個公司裡面 其實反映了幾個比較複雜的concept 我們就不用太不用仔細的去談它了 就是說為什麼我用一個Sumpt 這個公司 是一個加法的公司 就是說因為每年的 如果你買一個股票的話 你把每年的cash flow 每年的利息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把所有 從今年開始 你把明年後年再後年 一年一年 直到永遠 把這個cash flow 然後把這個利息計算出來 然後做這個公司 你就得到這個公司精確的價值 那麼當然我們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不但不知道 明年這個公司的生意怎麼樣 我們更不知道 明年的利息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股票的價值 有它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從這個公司中間 我們可以看到 研究股票 研究債券 研究財務資產 有兩個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factor去考慮 一個就是cash flow 一個就是這個公司賺多少錢 這個債券產生多少利息 這個公司給你多少dividend cash flow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需要考慮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利率的問題 就是說 那麼現在的利率是多少 以後的利率是會怎麼樣的變化 就是說有時候 公司的 有時候雖然現在的利率沒有變化 但是經濟情況的變化 投資者會有一種expectation 投資者會說 也許明年利息要漲了 也許明年利息要跌了 有時候你看到股票增長 股票跌落 並不代表著現在情況的變化 有時候代表著 對將來情況的一種猜測 如果明年利息要漲了 那麼股票很可能今年就會跌落 如果明年利息要跌了 那麼很可能股票今年就會增長 這是股票是永遠往前走的一個道理 但是永遠是這兩個factor 我們一定要考慮的 一個是cash flow的factor 一個是interest rate的factor 聽到下一頁 從債券投資來說是就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債券投資的cash flow 是我們大家知道的 如果你買一個十年的公債 現在每年2.5%的利息 那麼你永遠是2.5%的利息 所以你需要擔心的不是cash flow的問題 需要擔心的是利息的問題 所以利息決定了債券的增長和跌落 那麼equity股票就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股票它的cash flow跟它的利息兩個因素 都是不值的 都是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變化的 有些公司變化 比如說你今天擁有一個biotech company 它這個要成功與不成功 就決定了它以後的cash flow存在或者不存在 所以這樣的公司風險就比較大 所以它漲的時候漲也很多 跌的時候跌的也很大 就是因為這個cash flow 如果cash flow的uncertainty越高 那麼這個股票的volatility就越大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然後股票利息也是不能決定的 利息聯儲局是要漲利息還是要跌利息 那不但是聯儲局漲的只是短期的利息 那麼長期利息怎麼變化 也是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股票就比較複雜 它利息跟cash flow兩個都是不定的 那麼正因為利息跟cash flow兩個之間的關係 兩個之間的interplay才決定了股票市場的週期 這個週期有史以來就存在 我覺得從2009年到現在的股票 正向跟以前的週期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待會兒可以看出來 好 下一頁 那麼我們剛才是等於是鋪墊 那麼我們進入等於是真正的我們要講的內容 就是說市場有四個期限 一個叫早期一個叫中期一個叫晚期 然後進入經濟蕭條 這是市場的四部曲 這幾乎每一個市場從歷史以來 有史以來每個市場都會進入這樣的這樣的期限 那我們看一看每個期限的一些特征 下一頁 那麼在市場四部曲中 第一步叫早期 早期其實是投資最好的時候 想像2009年的時候就是市場的早期 然後想像2003年的時候 從2000年股市跌了以後 2003就是市場早期 然後2009年的時候當然也是市場的早期 早期是市場投資最好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價值非常depressed 就是股票因為進入蕭條期 它跌下來 它的價值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在這個時期 投資者一般非常的恐懼 因為他們剛剛經歷了很大的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 有一種非常恐懼的感覺 往往不敢投資 但是在同時在這個時候 一般中央銀行 Monetary Authority 就是中央銀行管理印錢的朋友們 就是在用最大的方法 又在努力來刺激經濟 因為那時候經濟已經進入了recession 在recession的情況下 經濟非常微弱 中央銀行會用利息的方法 甚至印錢的方法 來使這個經濟復甦起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你看這個早期的一個早期 你要recognize 你要去認識什麼時候是市場早期 你就要看市場價值是怎麼樣 Valuation是怎麼樣 股票的Valuation 第一個是怎麼樣 那麼第二個 投資的心態是怎麼樣 投資心態如果都是非常恐懼的話 那麼我們就在早期的投資 然後再看中央銀行的政策是怎麼樣 如果中央銀行在用寬鬆的方法 降低利息的方法來刺激經濟 那麼這個經濟還是在早期的階段 就說早期是投資最好的階段 雖然大家心裡恐懼 但是從實際上講 從歷史上講 早期是投資最好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什麼樣的sector 是最好的投資方法呢 最好的投資 最好會長得最多的呢 一般因為早期是interest rate driven 早期的那個 早期的市場是interest rate driven 利息是最重要的 早期市場利息是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跟利息有關的sector 是最得利的東西 這些地方包括 包括financial的公司 包括金融方面的公司 包括housing方面的公司 房屋方面的公司 包括汽車方面的公司 所以美國是一個finance的經濟 所以要借錢的東西 都跟利息有關 所以需要借錢的行業 就會在這種情況下 得到最大的益處 所以這是早期投資的 一些characteristic 那麼請看下一頁 下一頁是一個中期mid cycle mid cycle的情況呢 mid cycle的投資 就是就比較challenge一點 是比較比早期要challenge一點 早期大家不敢投資 mid cycle當然早期股票 就漲了很多了 mid cycle就 就不是像早期那麼attractive 就像早期那麼好的 就是說 然後這個時候呢 主要是兩個因素 一個是聯邦 就是說聯儲局這種中央銀行 開始擔心 是不是經濟增長的比較快了 是不是應該 應該那個 降低它的那個刺激的程度 是不是利息該 該從在很低的情況下 是不是開始慢慢漲上去了 是不是利息不應該再往下降了 就是說 早期中期的投資 是兩個資金的戰爭 一個是利息 利息也許在上漲 然後利潤但是也在上漲 所以利潤跟利息之間的interplay 利潤跟利息之間的關係 兩個的戰爭決定了 中期投資的成功程度就是說 所以我們歷史上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時候 利息漲不一定就是 股票就是永遠是差 有時候利息漲 股票也會很好 那種情況就是 利潤增長很好的情況下 在利息增長的情況下 股票也會好 所以在這個中期投資的 需要注意的情況就是說 利潤跟利息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什麼關係 利潤是不是能夠克服利息這個障礙 是中期投資所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 然後中期投資 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說 從中央銀行的角度來說 它開始減緩它的對經濟的刺激 開始停止對經濟的刺激 甚至在增長一些 就是說從很低的情況下 把利息恢復到正常的情況下 這是中期投資 中央銀行所做的事情 然後從投資者的心理角度來說 它在中期的時候 就已經因為股市經濟開始恢復了 股市也已經增長了 投資者開始比較comfortable 就比較對市場的信任程度 就開始增長了 所以這是投資者心理的角度 然後最後 在這中期的投資情況 什麼樣的sector最得利呢 因為中期 因為投資的經濟開始恢復了 就是說以前 比如說在recession的時候 一般大家不會 公司不會存很多inventory 在這種情況下 開始inventory開始rebuild 在inventory重新建立的情況下 一般我們說capital spending的一些sector 會比較好 所謂capital spending就是 就是跟經濟有關的一些 跟經濟增長有關的一些sector 會有比較好的performance 這些包括科技股啊 工業股啊 之類的股票 會有比較好的performance 所以中期的characteristic就是 利息的下降已經停止了 甚至利息的上升已經開始了 然後投資者心態是比較 對市場的比較comfortable 然後經濟也開始 也開始成長的速度也算比較快了 就是說 所以這是中期投資的一些characteristic 然後再看下一頁晚期投資 就是說 晚期投資就是說 經濟的時候已經非常非常好了 就是說 經過中期投資 經過中央銀行的刺激 經濟已經重新達到它成長的一種高度 高度成長的情況下 就是說 所以在late cycle 就是說strong economy 然後公司的利潤也開始 也開始有很好的進步 增長也很快 所以公司利潤大大的增長 然後經濟發展也非常的迅猛 在這種情況下 投資者開始有一點completion 就是說有一點 覺得股票肯定是漲 就像2013年一樣 以後股票肯定是漲是不會跌的 就像2006年一樣 房子肯定是漲是不可能跌的 所以這投資者開始有一點 這種心態開始表示 有一點completion的心態就是說 然後這是晚期投資的一個characteristic 那麼在晚期的情況下 中央銀行 開始增長利息 投資者的心態開始completion 然後有一些warning上 有一些警告的標誌開始出現 所謂警告的標誌就是說inflation 通貨膨脹率是一個警告的標誌 然後eal curve是一個警告 什麼叫eal curve 大家也許不知道 eal curve就是短期利息 跟長期利息的關係 一般短期利息 一年公債0.25%的利息 10年公債2.55%的利息 一般長期公債要比短期公債利息高 這叫正常的eal curve 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方法 是怎樣 但是在2007年的時候 2007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時間 10年公債的利率低於一年公債的利率 這個叫inverted eal curve 就是相反的那個eal curve 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況 這是一種預測 這個eal curve 大多數eal curve inver的情況下 預測著recession的到來 那2007年這個eal curve inversion 其實就預測著2008年recession的到來 所以這些 但是2007年的時候 大家都很很很 有很多情況下 2007年的時候 大家都為這個找excuse 這個也許就是當時的經濟情況 特殊情況 並不表示一個規律性 其實這個eal curve inversion 是一個非常大的警告 所以大家要討論 這是我們關注 是不是這個股市已經到了晚期的一個特徵 就是需要觀察的一個事情 那麼這個事情顯然在今天還沒有發生 所以今天顯然還沒有到一個晚期投資的狀況 那麼在晚期投資最好的地方 投資是energy and material 就是能源 晚期投資 中期投資是inventory building 晚期投資是叫capacity expansion 因為經濟非常非常好 大家開始 因為以前擁有的那個生產量已經不夠了 所以要再造工廠 再造加油站 再造新的汽車工廠等等 這個capacity expansion 要用很多能源方面的資產就是說 所以能源在晚期是最好投資的地方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石油股票 銅礦的股票 鋁礦的股票 都在 這張是在2008年3月份 達到最高潮的 這是晚期投資的特徵 就是說 那麼2008年3月份以後是什麼事情呢 大家可能還還記得就是說 所以晚期投資energy 是在2008年3月份達到最高點 現在今天energy 其實去年energy 能源方面的投資是非常糟糕的 並不是 並沒有給大家帶來很好的回報 那麼我們也就看到 我們還沒有進入這個晚期的狀態 也是一個 也是這樣一個特徵吧 下一頁 那麼從經過晚期以後 當然就會進入recession 我們今天中央銀行非常發達 我們今天財務的支持非常的豐富 但是資本主義的情況就是這樣 人的本性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這裡不是談人的本性的 不是講哲學的 我們講專權的 人的本性 但是這個是歷史以來就是這樣 不管今天你經濟知識多麼豐富 經濟能源多麼多 經濟中央銀行多麼厲害 但是recession總是會來的 就是說 當然到了recession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一個經濟shelter的狀態 然後股票在這種recession 股票在進入 股票在recession以後 並不一定差 就是說 但是股票在進入recession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不好的時候 就是說 所以在進入recession這樣狀態的情況下 我們投資就要投資defensive sector 所謂defensive sector 就包括consumer stable 像做牙膏的 detergent這種東西 是非常穩定的 做飲料 是非常穩定的工業 然後投資health care 所以健康是跟經濟關係不是太大的 所以consumer stable health care 跟utility 然後像PG&E這樣的公司 當然是非常穩定的 跟經濟的關係 非常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到了recession的時候 這些公司不但不跌落 往往會增長 比如說 所以這是晚期投資的 需要可以投資的一些方向 那麼我們下一步來看看 這個歷史上 請到下一步 我們下一步來看看 歷史上 這些周期 這些周期的情況 究竟是怎麼樣的 我從我 我立了前50年 所有的recession 所有股票回報的周期 讓大家一年一年一年 來回顧一下 我們用實踐來證明 我們剛才說的 有沒有道理 那麼這是recession 1957年是個recession 然後1960年是個recession 中間只有三年的時間 是個非常短的周期 雖然是個非常短的周期 但是還是 這四步區還是完全的存在 並不缺少一步 麻雀雖小 武藏之群 這個時間雖短 那周期都在 可以說 從1957年recession開始 因為1957年recession 聯儲局開始降低利息 那個藍的線是聯儲局利息的變化 那個綠的線是股市那一年的回報 所以因為1957年進入recession 聯儲局開始降低利息 利息從3%幾 一直降到1%幾 然後1958年就是早期投資的一年 就是早期的一個cycle 所以在早期的cycle 1958年股市就非常好 然後1959年1960年又進入中期晚期 然後最後1960年又進入recession的狀況 這是非常非常短的時間 cycle 我們說市場有cycle 但每個cycle並不是有一定的fixed time frame 不是說短期一定是五年 中期一定是幾年 這是不定的 這是根據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 就是說這是一個方面 就是說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方面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講經濟強還經濟弱 不是從一個絕對的角度來考慮的就是說 是一個相對的角度來考慮的 就是說如果也許這次經濟的恢復 並不會達到2000年那樣經濟每年增長3% 4%或者這樣高的幅度 就是說不是 absolute在市場是不重要的 相對在市場最重要的 經濟是不是還在增長 經濟的增長能力是不是到頂端了 經濟增長能力到頂端以後 是不是要下降了 這是很重要的 不是說經濟增長到5% 就一定要下降 也許這次的經濟頂端的增長 只是2%也有可能的就是說 所以絕對是不重要的 相對市場相對比永遠超過於絕對 然後市場的時間勝序 時間的長短是不定的就是說 但是這個週期的每一步驟都是會存在的 有些也許會很短 但是我們只要觀察這個市場 是不是給我們上一次 是不是要進入下一個時代了就是說 所以這是1957年到1960年的一個情況 那麼再看下一頁 那麼我們剛才講的1957年到1960 那麼下一個recession是在1969年發生 這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60年代 60年代是股票投資非常好的一個decade 股票市場投資非常好的一個十年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從這個圖片可以看到 這60年代這個十年 大多數的年份都非常好 增長的年份也增長非常多 跌落的年份不算太大就是說 所以60年代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的十年 那時候也是一個低利息的時代 你看60年代開始的時候 它的聯儲局的利息也是非常低的 大概3%左右吧 也是一個屬於說 相對來說 當然跟現在不能比 相對來說是一個低利息的時代 然後利息是一個經濟非常好的時代 然後利息基本上屬於是一個上升的時代 雖然利息上升 但是投資的回報還是非常好 就是因為利潤非常好 那時候有所謂的 那時候出現一批非常非常好的公司 包括像Hillow Packer 包括像Kodak 包括像很多石油公司 都是從那時候開始出現科技公司 都是那時候開始出現的 就是IBM 當然IBM很早就有 有的那段時間也是非常好的一些公司 就是說 當時有個非常好的公司 叫Poloroid 現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了 但是在那時候 Poloroid是從那時候出現的 所以那60年代出現了一具非常非常出色的公司 然後經濟的發展也很快 所以60年代是投資非常好的時間 我們在這個十年可以看到 1960年的recession 讓聯儲局開始降低利息 利息從大概3.75%的情況 降到2.25%的情況 然後在這個 因為聯儲局降低利息 經濟開始恢復 1961年就帶來了非常好的投資回報 那是一個早期的狀態 但是這個60年代 這個60年代這一年 中期跟晚期是非常長的 非常漫長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 看從1961年開始 聯儲局基本上就開始利息的增長 雖然中間有個小小的差距 但是從基本的規律來說 是在一個增長的狀態上 所以這個中期跟晚期非常長 雖然聯儲局在增長利息 但是因為利潤非常 利潤增長非常好 所以股票還是繼續增長 一直增長到1969年 又產生了第二次recession 又產生了一次 又產生了這個 十年的第二次recession 那麼那時候利息已經增長得很高 因為那時候這段時間 經濟一直很好 所以聯儲局一直在增長 一直增長到 增長到1969年 終於那個經濟受不住 這個聯儲局增長利息的壓力 又進了一次recession 請看一下 那麼這是1969年到1973年的這個情況 就說從1969年的recession到1973年的recession 那麼我們大家要知道 70年代是投資非常不好的十年 60年代是投資非常好的十年 但70年代是投資非常不好的十年 70年代是投資非常不好的十年 70年代開始進入inflationary period 就是70年代是一個通貨膨脹的 通貨膨脹的十年 是股市投資非常不好的十年 那麼70年代我們從1969年到1973年 1969年 1968年利息增長 我們看到利息增長以後 經過recession 1969年就是recession 1969年股票就跌落 因為股票跌落 聯儲局開始降低利息 1970年股票算是正的回報 1971年1972年可以說是一個早期的 1971年是一個早期 1972年是一個中期吧 可以說 所以我們看到股票 股票在1971年 1972年的時候有了很大的增長 然後1973年又重新進入recession 1973年 1974年股票就開始跌落 聯儲局的利息也在那段時間也開始增長 因為1972年經濟已經比較好了 聯儲局增長利息 1973年1974年又進入recession的中 股票又重新降落 所以這又是一個早期中期晚期recession的一個周期 所以每次股票這樣一個cycle 每次都是進入四個周期的cycle 然後這四個周期的cycle 每次都有同樣的上映出來 大家需要觀察是不是有同樣的上映出來 我們請看下一頁 那麼這個是1973年到1980年這個recession的狀況 就是說 70年代我們剛才說過是投資非常不好的十年 投資非常不好的十年 在70年75年75年76年股票是增長的 在70年股票跌的是非常慘痛的一年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70年的recession 所以聯儲局開始把利息降低 降低以後就有75年76年 這樣好的股票市場 就是一個早期一個中期的股票市場 然後77年78年79年80年 就進入股票投資的一個中期跟晚期的狀態 股票那時候還是在增長 但是利息也在增長 那時候利率還算不錯 就是說但是股票增長率不算太高 跌的時候 74年跌的時候是非常慘痛的 然後7372也在跌 所以這幾年來說73年也跌 74年72年沒有跌 然後7374跌的是非常多的就是說 所以這十年幾乎是回報非常低的十年 但是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情況下 晚期的一個週期是比較長的 在70年代這個週期上 早期比較短 但是中期跟晚期持續的比較長的情況 然後一直到1981年 經濟又進入recession 然後股票又有跌落 再看下一頁 那我們快一點講到時間的關係 我們快一點把這些講完到 1980年到1990年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週期 就是說這個十年的週期 80年代十年是比較好的十年 我們看到股票增長率也很高 80年代九十年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十年 80年代我們知道 李根總統雇用了一個聯儲局的主席 叫Paul Walker Paul Walker 你看到那時候 聯儲局的Fat Funds Rate是16% 那天哪 16%是Fat Funds Rate的 你去銀行借錢買房子 你要付20%的利息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時候 房子的價錢應該是很低很低的 如果你真的今天你想想 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是20% 20%是Mortgage的話 今天房子價值是怎麼樣的 那時候就是20%的Mortgage 所以那時候房屋價錢很低 買車也很 你買車也 你買車的人也比較少 因為要借20%的利息的率 那麼為什麼Paul Walker 把利息升到這麼高的情況下 就是因為那時候有很大的通貨膨脹 Paul Walker下了決心 他說一定要先把通貨膨脹的問題解決 然後美國經濟才能進入一個好的運作狀態 我覺得80年90年代 這20年股票投資的黃金時代 應該是Paul Walker的貢獻 所以那時候聯儲局把利息升得很高 然後造成1981年的recession 在1981年recession以後 他就開始降利息 從16%慢慢降下來 升高以後 通貨膨脹就開始減下去了 減下去以後 他就開始降低利息 降低利息 你可以看到80年代 是一個投資的一個非常好的十年 我們再看下一頁 下一頁是90年代這個狀況 1990年到2001年有一個recession 2001年有一個recession 1990年是一個recession 其實也是同樣的周期 你可以看到聯儲局利息下降以後 股票增長 然後1993年其實是我進入 金融市場的一年 1994年我非常知道 1994年那時候利息就在增長了 利息增長然後股票就跌落了 股票跌落以後 利息又降下來 所以95969798那四年 就是非常好的十年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頁 再看下一頁就是從以前到現在的 2001年到2007年的recession 那個其實也是follow的 我們大概只有五分鐘的時間剩下 我們這一頁就不講了 再講下一頁吧 下一頁就講到我們今天的情況 今天從2007年到現在 弄到下一頁吧 2007年到現在 那麼我們看到2008年金融海嘯以後 聯儲局把利息降得非常非常低 利息降低以後又開始實現量化 換送的政策 這個周期可以說是非常明顯的 0910 11 12 13 因為聯儲局把利息降這麼低 促進了經濟 使經濟有從非常大的recession情況下 開始慢慢的復甦 就是說我們從今天的情況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從今天幾個sign 剛才我們講的幾個觀點上 可以看到我認為我們今天是在一個 一個mid cycle的中斷吧 在mid cycle的一個後期可以說 所以我今天的一個投資角度 是mid cycle的中期 那麼投資很可能從2014年開始 就是投資就比較困難 就是說因為經濟的恢復已經 已經基本上形成 就是說股票的恢復已經基本上升級 現在股市的valuation 已經是比較高了 投資者的complacency 也開始慢慢的促進 所以投資2013年是一個 比大家都很高興的一年 但2014年開始我並不覺得 一定會進入一個 投資很糟糕的年的時候 有時候這樣的周期也會持續 晚期的周期也會持續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也不一定需要太多的緊縱 但是我們就是說大家知道 我們進入mid cycle的一個尾聲 馬上就要進入late cycle 最終會進入recession 但是這個時間究竟有怎麼長 有多長 這是一個非常難於確定的問題 好下一頁 所以我剛才講的這些內容 就是說我們現在summarize 一下 就是說我剛才說了所有的投資 所有的財務投資 要麼是fix income 要麼是equity 就是說其實沒有太多的偏差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投資的產品 來賣給賣給投資者 其實這些所有不同的投資產品 都是把這兩種 要麼有些是把fix income 跟equity組合起來 有些是fix income 有些是equity 有些是fix income 還會組合起來 用不同的漂亮的包裝 來包裝起來 給你不同的回報 不同的保證等等等等 讓你心態上面投資這些東西 比較放心一點 但是不管是怎麼樣包裝 包裝越多 就表明中間人越多 中間人越多 他表明你得到的利潤就越少 就說 所以我們自己做投資 我個人做投資 一般是給顧客做投資 是直接投資股票 直接投資債券 讓投資者能夠 中間人很少 就是說你如果在我這裡投資 就是我一層的中間人 我們給你直接投資公司股票 直接投資公司債券 讓投資者能夠獲得最好的回報 下一頁就是我們公司的信息 如果想要 我們公司 我在外面會有一個boost 然後公司的信息 地址聯繫 你都可以 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在外面跟我切磋 好 謝謝大家 上樓梯下樓梯 穿著高跟鞋 takes longer time 大家請了解 很好 今天很多鍛鍊 這個麥克風呢 因為是接到我們 KCNS華語電視的 CAMERA Crew的 所以我們也要 make sure 以後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也可以聽得非常的清楚 當然像張東豪博士的 聲音洪亮 拿那一支Hotel Provider麥克風 也已經震到 我們的電視機的麥克風了 所以我想這個音效一定很好 我們也會做一個完整的video 把今天所有的課程都錄下來 但是要在兩個月以後 才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原因呢大家會說 哇 那那個時候的資訊 都已經不update啦 但是不然 因為我們不這麼做 怎麼能夠顯示 我們對今天專程早起 來這邊stay了一天 對我們尊重的來賓的 這一份誠意呢 大家說對不對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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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牽起來 請牽起來 好 那東豪博士在外面有一個boost 那大家可以利用休息的時間 到外面去跟東豪互切互縮 那每一個分析師的派別不同 大家都知道我在14年前 從radio開始 就是這麼鍾愛的這個股市 那到今天還是一樣 還是更愛股市 所以我保留了 並且我也非常尊重的 我們全美國 甚至包括中國的 喜歡股市做的好的朋友 能夠繼續上我的電台和電視節目 這是我的一片心意 希望大家 並且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感受到了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跟張東豪博士鼓一個獎 謝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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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豪博士啊 今年年紀還不到50歲 所以他的這一個generation呢 就是他的技術已經成熟 並且他的track history 也非常成功 並且呢 我要問他一個問題 你對於大馬股 還有對於這個Bitcoin 你的看法怎麼樣 不反對嗎 不反對 但不是我研究的方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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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聽每一個年紀層 或每一個學派 他們對於這種新的 比較controversial的東西的感覺 有20多人管理的方向 Well yes OK 還有更老的也有 好 那我們現在謝謝張東豪博士 謝謝